那么和这个时期的特点呢 可以说如果我们从这个地域上来看的话 它有一个从西欧法达资本主义国家 扩展到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 这样一个过程 形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哲学 形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哲学 为什么说呢 因为苏工二十大召开以后 苏工二十大召开以后 它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整个首先原来东欧国家 虽然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稍微有些区别 但是在总体上它是追随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那么由于这个苏联这个马克思主义 可以说是进行了这样一个对斯大林主义的这样一个批判以后 东欧马克思主义也开始走自己的这样一个社会主义道路 那么在它既然不能够不征询这个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那么它就要提出什么 自身的意识形态 那么我的意识形态的根据是什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东欧马克思主义也开始走上了一条自我革新的这样一个道路 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走上一个自我革新道路 在这个革新的道路上 它很大的程度上是借鉴了马尔库塞的卢卡奇的 以及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 就是五十年代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成果 所以虽然它是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从哲学传统上来说 从这一时期的哲学传统变革来说 它继承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 很大的上市 也就是说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样一个传统 把它发展起来了 发展起来了 那么这样就是东欧马克思主义可以说 他们以这个人道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 来批判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系当中的非人道主义现象 他们说这种非人道主义现象的 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异化现象 那也就是说 这个异化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 同时也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就对这个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异化 展开了一个批判 转开了一个批判 那么这样就形成了 这个东欧的这样一个 他们把自己称之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所以这一个时期就形成了 我们说我们这个书里面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归到这个西方马克思体系来 就是说从地域上来说 它是两个不同的单位 就是说两个不同的地域 一个是社会主义 一个是资本主义 但是从哲学传统的这样一个继承和延续来看 它是属于西方马克思传统 而不同于前一阶段 就是说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也五十年代之前的 所征询的那种苏联的 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 所以这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它的代表人物产生东欧马克思主义以后 就是说它形成了一个个体的联教 那么在马克思的这样一个思想资源上 他们也不再谈马克思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 而是强调马克思的早期思想 马克思早期思想 就是1844年经济学首稿 同时再一个强调 现代西方哲学的资源 包括对弗洛伊德的学说的继承 然后还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 他们统称为什么 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 把它称之为这样一个派别 就是沿着这个现代 当代的这样一个现象学的这样一个思想 来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哲学 这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不同的特点 但在传统上 它还是从这个20年代和30年代 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是作为一个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的 那么这一时期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我们这儿讲的就是作为两派 两个 一个是联斐福尔 沙特 西蒙波夫 还有梅劳庞帝 为什么这一个时期把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个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个主流 因为这个我们说了 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由于这个西方法国的哲学 原来一直在 我们知道他们最早的哲学起源 是笛卡尔 笛卡尔是法国哲学的这样一个代表 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一直都是看到笛卡尔的这样一个传统 后来随着对科技革命的这样一个研究 对整个法国社会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法国迅速地展开了这个城市化运动 所带来的这样一个变化的思考当中 他们在哲学当中 发现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然后进到了对当代现象学的研究 就是德国的现象学 对他们产生了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 但是法国人在接过德国的现象学的时候 他把它变成了什么 法国的现象学 就是和法国的这个现代性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了 所以首先创造了一个现代性的学说 开展了对消费社会日常生活批判的一个研究 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现代性这个概念 一般的以为它只是仅仅对 从思维的角度讲 它是对这个前面的现代化的一个理性的 这样一个理性的一个反思 其实呢 这样一个理性的反思 它建立在什么 建立在整个的社会变化 社会结构的变化上的 就是说从一个传统的社会 向消费社会的转变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 所以现代性首先是指的 和消费社会相联系的这样一个社会形态 这样一个社会 它是有一个社会基础的 社会基础的 而这样一个思考呢 首先是从这个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的 所以虽然他们继承了这个德国的这样一个现象学 知道了德国现象学 把它吸收过来了 但是他们和这个现代性的批判结合在一起 所以形成了什么法国哲学的特点 而且形成了 就是说从五十年代开始 特别从三四十年代开始 成了整个世界哲学的领头羊 就成了世界哲学的一个先导 所以很多思想都从他们这儿来的 那么这样的法国哲学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同样的这个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这个时期呢 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可以说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创当中 就从原来的这样一个 意大利是属于南欧 那么转向了什么 转向了这样一个法国的这样一个修 法国修 所以这就发生了一个变化 从德国转向了法国 我们说科尔斯是德国的 那么他就转向了这样一个法国 所以我们被看着这几个人呐 被看着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这是一派 那么第二派呢就是法兰克学派 法兰克学派呢 这个时期啊 五十年代我们说的 它是一个很奇特的派别 他在这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 一开始进行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 创造和研究的时候 他们就有一个观点 就是他们和格兰西 卢卡奇 他有一个什么区别呢 这些人他们都叫什么 把自己称为啊 知识分子的良知 他们坚持是无党派的 认为是啊 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 应该坚持这个无党派的立场 由于他们坚持的是无党派的立场 所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啊 不是对一个 不是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作为主题来研究 而是把整个文明形态 就是说他们认为现代社会要是展开 不是仅仅对某一个阶级 而是对整个社会展开一种 这个文化的这样一个文明形态的研究 从文化的角度啊 展开一个文明形态的研究 正是因为他们这个展开的是一个 对文明形态的这样一个研究 所以他呢又产生了一个持续的影响 那也就是说他适合 虽然他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发展的 却在五十年代七十年代的这样一个社会转型 转向对个体的文明 文明形态的这样一个研究当中呢 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 所以这一个呢 他们对东欧罗马克思主义啊 也产生影响 所以法兰科学派 虽然这个 他是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产生的啊 但是呢 他比这个 克尔斯的这样一个哲学 比这个卢卡奇的哲学啊 产生了更持续的一个影响 更持续的影响 一直到今天啊 延续了就是法兰科学派 虽然经过了几代这个思想家的这样一个转换 但是他的思想依然对这个 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啊 特别在西方社会呢 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还是把他们两派分开 因为这个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呢 还是属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就是说他在这个思想呢 虽然这个研究的对象啊 研究的个体 比方说这个 前一阶段的 这个葛兰西 卢卡奇 他们研究的是阶级意识的问题 而这个联斐福尔 沙特 辛波夫啊 他强调什么 一个个体解放的问题 就是个体的解放问题 他们的这样一个对象啊 说明着对象研究的这样一个形态不一样了 但是呢 从他的这样一个哲学传统 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而言 他们和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的这样一个批判 马克思主义传统呢 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说明这个 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样一个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而法兰克学派呢 继续继承他们二三十年代的 这样一个传统 对这个文明形态啊 展开一个批判 所以我们把它呢 归为两种 两种不同的这样一个派别 把它列出来 把它列出来 这是第二个阶段啊 第二个阶段 那么这个呢 在这个阶段产生影响的 就是作为西方马克思 产生影响的南斯拉夫呢 他一个呢 这个在东欧呢 主要有几个派别 一个是南斯拉夫的实践派 第二个呢 是匈安利的布达佩斯学派 第三个是捷克的 现象学马克思主义 第四个是波兰的文文学派 这个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呢 可以说是产生的最早的 因为在这个48年的时候 48年的时候 当时这个苏联呢 就要成立这个情报局 就是要把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再次联系起来 本来这个南斯拉夫和这个 苏联关系是很好的啊 那个铁头和斯大林的关系是很好的 在这个第二次战后的时候 因为当时在这个战争当中啊 他们这个南斯拉夫 有一块地被隔出去了 这个这一块地呢 这个矿产非常的丰富 这个铁头就很想要 然后就去跟斯大林说 你能不能把这一块地还给我啊 就分给我 这样呢 我这个国家就能够发展 后来那个斯大林也很慷慨 就把这一块地就给 就把这个就还给了这个南斯拉夫 所以当时关系很好 后来未成立这个情报局的时候 这个铁头呢就觉得 如果要是再成立情报局的话 受制于这个苏联的话 那么他认为呢 他是不适合 就是苏联的这种模式 不适合匈牙利 就是匈牙利呢 还是还是属于这个 带有很强烈的这种西方传统 它不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 落后的一个东方国家 所以这样不适合 他们的这样一个发展 所以他提出一个 自治的社会主义 就是要提出啊 就是以人民为这个核心的 一个自治的社会主义 那么这样一个 他不同意参加这个 后来呢 由于跟斯拉林的 这样一个观点分析 后来就被 开除出这个共产国际了 那么开除共产国际以后呢 这个 他们就要开始 自身的这个社会主义建设 那么在这个建设当中 他就不能够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啊 再按照这个苏联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讲 如果讲的话 那这个就会引起 思想上的混乱 你既然要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你在思想的意识形态上 还是苏联的 你怎么和你的这个国内的情况 相相这个相一致起来呢 所以呢 他们这个苏联的 这个这个匈牙利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者 就开始什么 创立这个实践派 就是成立一种啊 就是以实践来散发马克思主义 就是散发出这个新的马克思传统 所以他们从40年代啊 就已经开始了 那么这个匈牙利的一个布达佩斯 而且这个实践派啊 也是他们的一个官方哲学 就是官方论科的哲学 强调自己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样一个区别 那么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呢 主要是卢卡奇 以卢卡奇为代表的 我们说这个卢卡奇啊 当时也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 什么布达佩斯学派 因为他们是在 就是卢卡奇和他的这样一个弟子组成的 他招了很多学生 那么这些学生呢 就和他这个就按照他的这样一个思想 来散发马克思主义 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是一个派佩 后来呢 别人在研究的时候就认为 就说这个卢卡奇啊 他们这一个 卢卡奇已经他所带的这样一个 这个学生啊 一起整个思想的这个脉络和派佩 和当时他们这个国内的这样一个正统 就是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个沿袭下来的这种正统马克思主义 是有区别的 所以就把他们称之为布达佩斯学派 他们一开始不承认 觉得自己是马克思主义 怎么称之为布达佩斯学派 后来呢 最后他们自己也发现差别 然后呢 也称自己为布达佩斯学派 所以这就形成了布达佩斯学派 这样一个称号啊 那么他们呢 也是可以说是 卢卡奇的这样一个思想传统的继承 但是呢 他的这样一个弟子啊 对卢卡奇的这个思想呢 也跟卢卡奇的思想也是有差别的 就说卢卡奇的这样一个研究 对他的这样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还是一个宏观的 比方说他的这样一个概念 主要是以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为核心 那么劳动概念呢 他表现的是一种宏观的这样一个研究啊 还是按照以前的这样一个马克思的这样一个传统里面走的 而布达佩斯学派 就是他的弟子们呢 开始呢 建立的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就是图出了这样一个个体的特点 而不是强调的这样一个劳动概念 强调劳动概念 而刚好强调什么 一个生成的要素 就是他们继承了这个现象学的传统啊 强调生成要素呢 在这个马克思哲学当中的 这个实践当中的这样一个意义 这是他们的一个区别 那么杰克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哲学呢 就是说他是和他的原来的这个本身的这样一个 人道主义的这样一个传统结合起来的 同时呢 借鉴了这个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 他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呢 就是托西克啊 托西克 他的名著呢 就是具体的辩证法 具体辩证法 这是杰克的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波兰的文文学派 波兰的文文学派呢 他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沙夫 沙夫原来是他们的这个 波兰的这个波共的中央委员 后来因为从这个斯拉林的这样一个体系 脱离出来了 那么脱离出来了以后呢 他就被开除了这个波共 开除了这个波共 同时呢 就是后来 这是一个代表人物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克拉库夫斯基 克拉库夫斯基的比这个 我看到他们所有的这样一个书啊 就是相对 相对于这个 沙夫来说呢 克拉库夫斯基可能走得更远啊 走得更远 克拉库夫斯基30岁成名 30岁成名在整个这个波兰成名是一个 原来是一个可以说坚定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 后来在这个苏公二世大以后 他的思想马上发生了转向 就开始转向了这个人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继承了这样一个法兰克福学派 以及这个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所以走出来了 这个后来呢就把这个 把这个克拉库夫斯基后来开除了党籍 开除了党籍 从他们的思想体系来说呢 克拉库夫斯基比沙夫走得更远 沙夫呢就是说在他做了一些批判 但是在整体上 在整体上啊 沙夫的这样一个思想呢 还是在原来的模式里面 可以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区分的话 就是说 沙夫的这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还是在一个革命的模式里面 在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样一个模式里面 来强调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而这个克拉库夫斯基呢 是把日常生活的文化批判 作为他的这样一个主题 就不是在这个革命模式 可以说从革命模式转向了一个文化批判的这样一个模式 实现的 可以说他们两个代表两种不同的这样一个 一个思想趋向 那么这样呢也是两种不同的模式 所以呢 克拉库夫斯基的这样一个影响 后来超过了这样一个沙夫 超过了沙夫 他的这个马克思主义主流的三卷本 马克思主义主流的三卷本 出来以后被翻译成 十几个国家的 十几个国家的文字啊 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广泛的这样一个影响 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 这是这个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特点 他的这样一个哲学的特点 那么这样一个随着这个 这是他的这个发展的这样一个第二个阶段 那么第三个阶段呢 是从七十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 也就是说从七十年代啊 开始到现在为第三个阶段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他的发生啊 有几个因素啊 产生影响的 一个是新左派运动的失败 新左派运动的失败 我们说这个 由于这样一个法国的马克思主义 以及的这个 法兰科学派 以及这个新左 这个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起 所以整个在六十年代 在六十年代啊 西欧产生 就是说 可以说是席转全球的一个 新左派运动啊 新左派运动 作为新左派运动的这个代表人物呢 他们认为啊 这个把毛泽东 把中国的整个文化大命呢 也也也也这个 呃 这个包括这个 可拉科夫斯基 在他的这个 马克思主义主流里面专门强调 说当时啊 这个西欧啊 他受到了这个毛泽东的 这样一个中国的这个文化大命的这样一个影响 但是他们理解的这个文化大命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所以他那会受影响 所以这个 呃 包括沙特 和这个波夫啊 当时还到中国来了 然后他们领导这个 这个法国的这个学生游行的时候 就是拿着这个毛泽东语录 在前面 这个就是走在前面啊 拿着毛泽东语录 觉得这个 他们要进行这个文化革命 那么这个革命呢 可以包括这个 在美国整个这个欧洲到 白美都产生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 几乎到快推翻了这个 整个的这个 呃 西方的这样一个政权啊 这样一个政权 呃 很 而且在这个新左派运动当中啊 可以说培养了一批人才啊 呃 包括这个克林顿 他们当时属于 都属于新左派运动里面的 这样一个呃 呃 参加了新左派运动的 所以他们的这个思想啊 在这个革命当中啊 把自己培养起来了 培养起来 就是呃 很多这个青年学生啊 都参加了这样一个运动 参加这个运动 那么这样一个运动 可以说 如果我们把新左派运动 作为一个文化的 这样一个批判运动啊 一个左派 这个私事分子的 这样一个运动 和无产阶级革命 就是说以武装夺取政权的 这种革命相比 它可以说是弱得多 弱得多啊 因为这个武装夺取政权啊 那是很残酷的 是吧 那么这个就温和的多 它是这个学生运动嘛 就是知识分子的 这样一个运动 它温和的多 那么即使这样一个 很温和的运动 都没有办法 在西方取得政权的胜利 得到一种认可 而遭到了这个失败 那么这样一个失败呢 就使这个人们啊 重新再思考 就是说 这个革命的成功 能得解放 不是你主观愿望能够想 就是说你主观想怎么样 你就怎么样能够成的 只要发挥了这个人动性 强调个体解放 强调阶级意识 你就能完成这个革命的 它要这个革命呢 它要受到你一个 就是说你一个革命取得成功啊 你要受到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 特别是要受到这个社会制度的 这样一个制约 受到社会制度制约 所以这样呢 就如果说 一直从这个20年代到30年代 一直到50年代 60年代 这个时候的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 主要是集中在对人的价值 就是说主体性的 这样一个研究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啊 就转向了什么 对规律和社会制度的研究 就要转向一个 对客观问题的研究 也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社会制度里面 究竟它的生存的规律 哪些东西 制约了这样一个 你的主观条件 使你的主观条件 不能够活得成功 不能活得成功 所以呢就要研究啊 这个主观条件背后的 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就从这个 对文化批判 从对主体的研究 转向了对客体的规律的研究 转向了对社会制度的 这样一个分析 主要转向 社会制度分析 那么这是 它的这样一个 由于新左派运动啊 所以它发生了一个 很重要的这样一个转向 发生很重要的转向 就这样一个转向了对客体的转向 就这样一个转向了对客体的转向 转向了对客体的转向